西门政府倒台以后 前朝内阁成员陆续和各部门的官员道别 交通部前部长陆兆福就说 在担任部长21个月以来 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敢在上个星期三 内阁解散前提成建议书 执行MH370罹难者家属的和解方案 因此他希望新任部长能够代为完成 一朝天子一朝城 新政府上台前朝内阁成员也正式卸任 前交通部长陆兆福今早出席部门 为他举行的宽送会 拍照握手拥抱 场面依依不舍 不过终究还是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掌管交通部长达21个月 陆兆福坦言带着遗憾卸任 陆政府希望下一任交通部长可以延续希望政府的政策 包括修改法令对付最久驾驶导致残忍死亡的司机 他还给予继任者忠告 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是在4月前针对柔新捡运系统和新加坡达成协议 至于他个人 他打趣说现在多了时间休息 可以迟点起床 不过目前还是国州议员有许多工作处理 而欺盟和国民联盟的拉锯战也还是会继续 希望早前已经放话会把战场转移到国会下议院 提倡对手下不信任动议 不过3月9号国会议会会不会如期召开 还是会延迟 还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陆兆福没在怕 表明无论如何对方都逃不掉 陆兆福表明 希望准备好应对任何可能 包括闪电大选 但新首相不能否定需要国会支持的事实 如果确实掌握大多数议席 就无需害怕召开国会议会 尽管如此 陆兆福强调 行动党皆就尊重国家元首的决定 任何指控火箭反王室的说法都是污蔑 发的空间 张雨林不常报道